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今天是退伍军人节 川普和拜登都在花圈仪式上 向美国逝去的英雄们表示了敬意 川普几天来首次公开露面 他参加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 无名英雄墓举行的纪念仪式 他没有发表讲话 但抚摸了花圈 并在演奏乐器时敬礼 不过川普总统以及副总统彭斯 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维尔基 都无视了入扣处的警示牌 没有人佩戴口罩 拜登在费城的朝鲜战争纪念馆 进献花圈 并向逝去的将士表示了哀悼 但他也没有在仪式上发表讲话 不过拜登和他的妻子吉尔都戴了口罩 今天早些时候 拜登还发推文说 他要成为一个尊重将士牺牲 牢记他们贡献 并且永远不会背叛他们 用生命捍卫的价值观的总统 全球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超过5100万例 示威数字显示 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49万 美国确诊个案超过1000万 纽约就张古墨宣布新一轮防控措施 并免疫情进一步扩散 古墨要求周内的酒吧 餐厅及健身中心 每晚10点暂停营业 参加私人聚会人数限制于10人 措施将于星期五生效 纽约市长白色号形容 措施是阻止第二波疫情的最后机会 加州及中西部周早 稍早之前已经宣布加强了防疫措施 避免疫情蔓延 纽约市卫生局的数据显示 过去7天进行冠状病毒检测的 平均阳性率已经攀升至了2.52% 是自6月9日的2.61%以来最高的数据 新冠确诊病例持续增长 截至今天早上加州报告 总数超过了99万1000例 加州在上周平均每天有6377例新病例 仅昨天就有8307例 这些数字远远高于一个月前 并可能在明天突破100万大关 尽管近来加州的冠状病毒病例数 重新回到令人担忧的情况 官员们表示他们更加担心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因为死亡人数和住院人数 往往会在确诊人数大幅增加之后上升 根据最新的数据 截至昨天在加州住院的COVID-19患者 为3224名 比前14天的总数增加了30%以上 重症监护病房的数量为889 也比两周前增加了30%以上 专家预测这些数字在未来几周内 可能还会继续上升 世界卫生大会举行第二天视讯会议 多个国家发言支持台湾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 部分代表被主席中断发言或停止播放片段 美国的代表说了解台湾如何防疫 有助成员国面对新一波疫情 疫情方面 美国的单日新增个案再迫击率 一天内多了20万人感染 多个州都呼吁民众留在家中减少外出 卫生部长说 假如辉瑞药厂参与研发的疫苗 获得审批 最快下个月可谓高危人士接种 日本的疫情逆转于严峻 大阪福禄德历来最多的新病例 东京都单日新增个案也是近三个月来的新高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 华语电视晚间新闻